好,这个癌症治疗又有突破了 曾经在花莲祠院服务的周医师 2018年被诊断 罹患了罕见的淋巴癌并血癌 尽管透过标靶化疗 还有造血干包的移植一度好转 仍在今年2月复发了 花莲祠院在去年9月 是引进了欧美创新癌症治疗 CART免疫细胞疗法 今年5月周医师接受治疗 之后恢复的状况是良好 4号举办成果的发表 分享重获新生的历程 曾在花莲祠寺影像医学科服务的医师周哨斌 2018年被诊断出淋巴癌并血癌 尽管透过标靶化疗 还有造血干细胞移植一度好转 仍在今年2月复发 评估二次干细胞移植成功率只有2% 便接受祠院的建议 进行CART免疫细胞疗法 就是今年复发在1月之后 不是上次的症状 我就觉得 好像左边痛痛的 那时候摸是没东西 你觉得好怪怪的 晚上睡觉我还是不能睡 然后就突然时间大概在1个礼拜之内 我帮我摸 诶你这边怎么长了一包东西 那时候想说长一包 到底是同样的东西 我之前的初选都是完全盛产 完全没有任何的迹象 然后长一包东西我觉得怪怪的 然后就去找那个 那时候就是找李明正副院长包了这个挖的 丢挖掉之后出来惨的 这是水波液的 Diffuse of ICP-74 这是最年轻 我去查一下 那个窗活率低到可怕 我只是说你大概也不用治 你就准备能死 这种状况 因为那窗活率大概只可以很快 相对比起来咖啼是比较轻松 那时候就是熬 因为那时候就是等于说是 他们是说那叫核弹籍的化疗 因为我之前也蛮严重的 所以熬过核弹籍化疗 当然身体就是非常的虚弱 所以我恢复的非常的慢 那这次咖啼比起来就是轻松比较多 像我嘴巴也没有破 那面隔上来讲头发也没有掉 然后也没有像之前是 就是上吐下拉 了解吗 知道那种感觉吗 然后嘴巴破 然后喉咙也痛 因为全部都破功夫 全部破功夫 所以说这种这种差别是差很多的 所以差别差在是 传统化疗或是有些标靶 它的主战场是在你自己身体上 然后咖啼的差别就是说 它的化疗没有那么的强悍 所以至少你的身体状况是比较OK的 然后病人来讲它的舒适度比较好 此院院长林欣荣表示 该疗程先是从患者血液萃取出占力较弱的T细胞 肩基因改造后再持掉癌症B细胞 并配合中草药协助断绝残存癌细胞的逃生门 让病魔无法重新复活 那我们今天的主人龙周邵斌先生 他事实上也是个医师 那他的淋巴癌是非常高难度的 我们一个英文叫做Triple-Hit-Lymphoma 是三个很严重的基因突变的淋巴癌 那我们在化妊池剂 给他慎选非常巧妙的时机点 来帮他自备他的卡T细胞 然后在很适当的时机点 让他发挥最强的免疫抗癌的作用 春台卡T细胞疗法以治愈9位病人 台大医院7位 中国副医1位 周医师是第9位 该疗法获得美国FDA核准 近年卫福部已核准细胞治疗进到台湾 随后辞愿团队为患者出院前准备大蛋糕 办理简单温馨的欢庆重生会 周医师也分享自己在台接受疗程费用约1400万元 期盼卫福部能将其纳入健保给付 减轻重症患者的负担 未来也会将医师工作经验做传承 透过自身的尽力帮助更多人 记者长包业侯女士报导